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化学武器攻击 各位可能会想到跟战争有关 的确也是这个原因 导致化学武器被广泛运用 中国最早的毒气攻击 发生在西元前一千年 虽然没有详细配方 不过当时已经知道 可以利用燃烧产生有毒的烟雾 让敌人感到不适 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大军从1914年 就开始使用具有刺激性的锈乙酸椅子 这是一种催泪剂 具有水果味和刺激性的气味 同时也是毒性很高的玩激化刺激 当人体吸入或吞咽 甚至是接触皮肤 都会有致命的风险 同年 德国也尝试用氯气当成化学武器 让敌方军队的呼吸道受到影响 真正大规模在军事行动中 使用化学武器的时间是1915年4月22日 当时 德国军队试图争夺比利时重阵 而对联军展开攻击 但是面对防守如此坚固的比利时 法国以及英国联军 德军最后选择使用氯气进行攻击 氯气弹是由德国的化学家弗列茨哈勃所研发 在战争期间 哈勃亲自监督前线 确认长达7公里 多达5000个氯气瓶安装完成后 就让氯气折着风向 释放到底军的阵地 这种有毒气体让联军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而氯气能伤害到人体的原因是 它本身可溶于水跟碱性溶液中 当氯气溶解于肺部 会形成次氯酸以及氯化物 导致人体呼吸道损伤 引起中毒性肺水肿 或者因为迷走神经的反射性 导致呼吸或心脏停止 因此 被氯气攻击的联军 都伴有呼吸道被灼伤 眼睛刺痛 以及有吐等不适的症状 甚至有一些士兵撤退数公里后 依旧有步伐不稳于刚好的情况 这场毒气攻击 让联军至少失去一半以上的部队 有大部分士兵都是因为中毒而死亡 德国军队在释放氯气后 立即发给部队一瓶碳酸氢钠溶液 以及砂布电 让他们沾尸并无助口鼻 预防中毒 英国与法国军队的之后也纷纷笑伐 最终研发出简易的电视呼吸器 也有人说 这种简易呼吸器的滤网 就是防毒面具的前身 当德国在战场上使用滤气后 引发许多国家的不满 因此 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的军费 研发各种化学武器 像是光剂以及戒指气 都是在这期间陆续发明出来的 在一次大战期间 最常被使用的为戒指气 学名思二绿二乙流迷 也是一种糜烂发泡毒剂 接触到戒指气的人 皮肤会发生红肿 甚至起水泡 眼睛也会感觉有刺激性 甚至失明 假设浓度太高 也会让人有呕吐的症状 虽说戒指气能经由吸入 或皮肤接触而让人中毒 不过它的物理性质相当稳定 再是温下失液体状 因此 戒指气经常含路易斯气混合 放入榴弹中 而这个技术已被德国人所掌握 他们也将戒指气运用在 1917年的伊普尔战役中 之后引起各国的效仿 导致戒指气在一战时期 成为最常被各国使用的化学武器 不过戒指气的潜伏期较久 并不是马上接触到毒气 就会出现症状 当士兵接触到高浓度的戒指气 身体的支气管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也可能会有内外出血的反应 或是因全身着伤而痛苦的死亡 在这之后 化学武器依旧被用于多场战争 像是英国对俄罗斯的战争中 就一次使用了亚当士毒气 它被认为是一种呕吐剂 另外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战争中 也使用了戒指气 不过因为毒气而死亡的人数过于庞大 所以 这时的国际舆论 大多都希望禁止这类武器 被运用在战争中 最终决定在1925年 签订任内瓦伊定书 目的是禁止在战时 运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这份合约在当时 共有132个国家共同签署 并同以此向规定 不过在二战期间 仍然有许多国家 尚未统一任内瓦伊定书的内容 像是日本 1938年 日本在4个月的武汉会战内 对中国展开了将近400次的毒气攻击 除此之外 当时对于化学药剂所产生的副作用 并不是那么了解 因此 美国也曾有违反任内瓦伊定书的 相关事件发生 说起这个事件 就需要从亚瑟·盖尔斯敦这个人开始说起 盖尔斯敦毕业于康乃尔大学 也曾经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 发现了三点本甲酸 这是一种可以控制植物生长的调节剂 原先的目的是促使大豆开花 并且让它长得更快 不过他也强调 假如食用的浓度过高 将会导致植物落叶 1948年到1960年的马来西亚紧急状态 让英国携带了新的作战概念前往战场 他们在马来西亚半岛 喷洒大量的落叶剂和除草剂 一方面摧毁共产党的作物 另一方面也让马国的突击队无法隐匿行踪 英国的这项实验成功之后 刚好给了美国一个启发 在1962到1971年间 美军在南越总统吴田野的要求下 启动了牧场驻守行动 透过大量喷洒成绩 让丛林的植物树叶掉落 10月共失去遮蔽的地方 成绩也就是落叶剂与除草剂的混合物 将近10年的期间 美国喷洒了大约2000万加兰的成绩 只要接触到成绩的植物 在两天内就会死亡 直到1969年 外界才发现除草剂内 还有地类的自来物质 代奥星 由于代奥星这种物质十分稳定 在自然环境中非常难分解 因此也容易进入食物链中 当人体食用到 含有代奥星的食物后 至少要经历7到11年的时间 才能让代奥星的浓度 降低到中毒时的一半 之后参与这场战役的军人 甚至被喷洒到成绩的村庄居民 许多人磊坏癌症 神经 消化以及皮肤等疾病 而感染到代奥星的居民 生下的后代也有许多健康问题 包括恶劣 自力不足 善气以及多止症 甚至有许多畸形的婴儿 美国已经违反了 日内瓦疫定书的条约 并要求美国后续赔偿 直到最后 美国政府也出资不偿 并清理战争中的预毒 化学武器不仅让我们看到 战争中科技的进步 也体会到战争的可怕之处 今天所描述的化无攻击 只是冰山一角 而面对化无攻击 当然可以做出预防措施 但是无法保证 不会有后续引发的病症 还是希望未来 不会再有这种攻击行动发生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主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下喜欢并分享 或使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见